接連有住戶確診的葵聰村日葵樓 居民星期五早上仍然可以自由出入 未見有人檢查他們的檢測證明 出了門口 出了你兒子在 噢 你現在幫他消毒 是的 我又不是說很擔心 即是說不給他 不給他 即是這幾天都要好 我們都不知道 間中不一定 即是吃了些東西就買 有需要就有 日葵樓這裏有超過10名居民和一名保安確診 分佈在不同樓層、不同座向的單位 相信是一名住在大亨東村的早前確診者 上星期四來過日葵樓的垃圾房 執拾物品變賣 懷疑病毒經清潔工人或保安傳播開去 由於大廈沒有喉管和建築結構的問題 居民無需撤離 但需要強檢 換句是說 所有這裏的居民 他每晚就要在這裏 拿這個鼻的分泌液和喉嚨的分泌液 然後做基因測試 到第二天 他的手機裡面的SMS 知道了是陰性了 他才可以出去上班 或者出去買東西買菜等等 如果不是 他是不可以離開這個大廈 這個情況 我們會先觀察幾天 然後才決定我們下一步行動 另一名政府專家顧問認為 日葵樓的垃圾房等公用地方的環境有廣泛污染 建議禁止日葵樓所有居民出入三天 由政府代為送物資 確保沒有確診後才可以出社區活動 東網記者曼家琪報導 對此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